干嘛呢 我打了一个小偷大家看 嗨 大家好 我是秦宝 妈妈今天外面天气实在太热了 秦宝现在放学回来了 全身都是汗 那你告诉我就行了吧 可以 自己偷偷摸在这儿找 刚才在楼下幸亏见我爸了 他帮我把书包拎上来了 不过话说秦宝的书包却挺沉的 他这书包里到底都装了啥 我特别想知道 然后今天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好也有很多小伙伴一直留言 是不是 你看就是这些书本 还有这些平常写作业的本就没啥了 你爸平常都没有管过你的学习 今天是咋回事了 爸爸 我想看他书包都装了啥 秦宝现在要为大家来介绍了 对 先看第一层 第一层就是擦手的 湿巾还有消毒液 对 都是经常用的 所以放在第一层 还有两标的 这边呢放我的水杯 大小刚好 是吧 再大点也可以 这边呢放雨伞 因为是夏天了嘛 经常会下雨 这边或者放点其他小东西也可以吧 运用拉锁嘛 宝贝是不是 对 现在秦宝要来介绍它里面的结构 对 这一层呢 是放我口罩的 被用口罩 然后这一层是放我的书本的 还有文具盒 哇 你们先看一下文具盒 好沉的打开看一下 来来来来 先看到里面有多少笔哈 多不多 然后呢这些呢都是我的课外书 它里面的分层还是挺多的 是不是宝贝啊 你看一二三四这么多 对不对 找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对分类一下 对 我的书包非常的神秘 它底下还有一个兜 你们来看一下哈 你们的书包都必定有 来我呢 行 你们看看爸爸从里面掏出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是啥你们猜不到的 能猜到吗 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哈 好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揭秘一下 就是平常下雨的时候嘛 书包有时候不容易淋湿 它有的是防雨的 有的或者不防雨 然后这个就掏出之后 直接套在书包上 对 这样就不会被淋湿了 对不对 对全部放进去 别忘了哈 好 秦宝你平时背那么多书对不对 我累可就算了 你展示展示了 哈哈 秦宝现在给爸爸来展示一下 然后把它抠着抠着 对了 还可以吧 嗯 可轻松了吧 也幸会到时候你选书包的时候 选这个肩带比较宽 还比较软的 然后这个书包还是贴合 背肌曲线 而书包背起来更轻松 你爸也是 给你买这么大的书包 有多少东西它都能装进去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为了轻松更好的学习吗 这就是我书包的全部功能 各位姐姐们 你们的书包里面都装了些啥 然后有啥功能呢 记得在下方告诉我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Goodbye